主要的需求 其实当然我是建议 慢慢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学得透彻学得好 最重要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思考 怎么去解决 因为这些东西 这个范例其实主要就是 要你能够用 最好是用你自己的方法 因为如果你自己想出来的话 你一定不会忘记 而且你会非常的 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可以很快把它解决出来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需求是 这个B栏的资料 把它分成一栏分成四栏 当然工作里面也蛮多 像你们RAWDATA过来的东西 可能它也许是一整栏 那你需要怎么样 自动把它拆开来 或者是说RAWDATA来的是很多栏 最后你要串成一栏 因为你可能报表需要的资料 它的形式就一定是要长的那个样子 那你就必须要先能够 把那个样子的结构先 这个建立起来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当然我们 会用到几个函数 其实最简单的函数 也许你用index会比较简单 所以之前我们讲过 这个地方 当然你用VIL函数是没办法做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VIL函数它只会查第一栏 把第一栏以外的栏 抓到你指定的储存格 但是呢这边只有一栏 所以它没有第二栏 那你基本上一定是没有办法用VIL函数 那你也没办法用像之前讲的LOOKUP函数 或者其他函数 那所以这边的话你只能大概用几个啦 像那个index index 这些都可以 那还有像Obset应该也可以 Obset是向下 向下抓 所以这三个函数的话 假设啦如果 这点像 这个这个考试的话 这样你马上做出来 可能很多人应该会有问题 不过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如果你工作里面 可以很快的把你要的结果做出来 那当然你效率一定会比别人快 第1个哦第2个的话呢那如果我不要用函数哦 我会想要用VBA 有没有 所以你可能要想VBA怎么写 4I等于第2列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呢 把它的资料一个一个搬到指定的位置里面去 程式就写出来啦 所以基本上一个回忆圈 再加你要指定的那个位置 答案就出了 那指定的位置也许是 第几栏呢 第四五六七 四五六七一直重复 哎呀这要怎么做啦 反正等一下我们就主要针对解决问题这件事情 来看 OK 那当然最笨的方法一定是涂法链钢 你不可能说你 复制贴复制贴 那这样贴可能不知道贴能够哪一点 顶多是比较聪明一点是说贴还有贴的方法 比如说你贴的时候还可以复制四个 贴上的时候还可以转制 转制有没有垂直变成横向嘛 可不可以少贴几次 当然还算是聪明的 可是毕竟不是好方法啦 那我们如果说要用那个index的话 请各位先想想看index 那你当然第一个 你想到说我要抓资料的话 从这边抓到那边去的话 可以用index 或者indirect 或者offset 那这三个函数 其实都办得到 那只是说呢 你要先了解 他这个函数 到底 他一定会有一个来源 会有一个 放在哪里 来源 放哪里 所以一个 一个 一个source 一个destination 就是他的来源跟目的 两个 那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第1个 我们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 简视与参照 里面的index 函数 所以第1个index 他会跳出 两组啦 不过我们通常会用第1组 按确定 然后他会问我三个问题 第1个说 你的array 其实这个array意思就是说 你的source在哪里 你的source指的说 你那个来源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们来源范围 指的就是 b2 到往下 所以b2点一下呢 你可以按什么ctrl shift向下 我要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呢 全部都选起来 意思说那个 信息这一栏 全部有没有 那待会的话 在第1个啦 待会如果说要向右向下 所以你可能 建议是直接按F4 把他的 栏跟列全部都锁定起来 第2个呢 他会问你说呢 那你要这个范围 特别说是针对 底下 特别说 这个roll number 跟column number 是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array 所以 意思说那个roll number 是这个 范围里面的哪一列 不是指的是上面这个 不是这个列号 跟这个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指的是这个范围 OK 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那 栏一定是 只有一栏 OK 同学很常搞不清楚是说 那个roll跟column 一直一直看到那个 工作表上面有那个roll跟column 没有跟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 你如果看到index 记得 不要看那个工作表上面的roll跟column 指的是你现在的这个sauce的column 跟那个 就是这个sauce 所以特别注意 蓝一定是只有一蓝 所以这边一定是1 指的是这一个 因为这个范围只有一蓝而已 所以 这个column number先填好了 只有一蓝 列的话比较麻烦 列的话呢 是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呢 第一列嘛 所以 那如果说特别注意 你可能要先整理出一个规则 意思就是说呢 你将来 如果使用index的话 array跟column number 这个都固定的 这个不会改 会改的是什么呢 roll number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roll number 这边要填入1 这边填入2 这边填入3 4 下一个5 6 7 8 一直到33 OK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要用index之前 可能你先要产生什么 1到33的这样一个表格 那你要怎么样产生这个表格呢 所以 这边先取消一下 我们大概知道 我们缺一个 缺这个 所以要怎么样产生1 到 33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就必须配合什么 前面讲过的 那个column 跟roll 还没一下 第1个我先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99成法表之前用过的column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column 那按确定的时候他会抓到现在在第几栏 第4栏 减掉多少呢 我们减掉 3 按打勾 你会发现 1234就出现了 可是如果你现在 向下 他还是1234 但是 可是如果说我希望呢 当他向下拉的时候 列增加的话 每增加一列就增加4的倍数 还很像 这个根据就代表很像 所以为什么我 教各位一定要把column跟roll 一定要 学好 因为如果你懂得 column跟roll的结合 以后 再配合 index 或者是index 就会非常容易解决你要的资料 抓取的问题 那所以呢 再来的话我就什么 加上什么呢 钱瓜糊 roll roll指的是现在在哪一列 现在在第2列 所以记得把它减2 为什么减2呢 因为 在现在这一列 我不要 4的倍数 所以你后面只要记得乘上4 为什么乘上4呢 因为 因为 我们1234嘛 下一个5678嘛 1跟5之间相差4嘛 有没有 所以下一列的话是相差4的1倍 再下一列4的2倍 有没有 1 然后下面5嘛 再来就9嘛 因为2倍 再来就13 3倍嘛 所以都是4的倍数 那也就是后面这个地方呢是决定他是要 那个什么呢 4的加上4的几倍啦 所以做完就打勾 打勾之后呢我们向右 向下 你会发现 1到32 就全部抓出来了 1到32如果抓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 在index里面最需要的 那一个部分呢就做完 其实这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你就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贴到那个 roll number里面 那用index就可以抓取得到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把这个资料 把它剪下来 做什么呢 再重新 重新剪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刚刚那个最近使用过的好了 最近使用index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范围一样是从 B2 CtrlShip 向下 然后记得先锁一下 然后把刚刚的那个公式贴到roll number 然后1234到32 那column一律填入1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我们向右 向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全部的资料呢就被我 都拉过来 那蓝宽不足啊你可以在那个 常用上面有个格式 格式里面有个自动调蓝宽 再调一下就好了 蓝宽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他怎么样 全部 都 这个把他格式里面 自动调的蓝宽 他会自动帮我把蓝宽 给调整好 OK 这样的话呢第1个啦 我们抓取资料就完成了 那就第1步了 OK 那第2步要做什么呢 第2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再把那个前面的蓝名 有没有 入职时间冒号 姓名冒号 公号冒号 这些重复资料 其实上面已经有蓝位名称了啦 所以你说前面多这个 好像有点多余 那第2个问题 要怎么样把前面的蓝名去掉 会比较快 当然 如果你 不写 不用函数的话 其实好像 这边应该可以用资料剖析啦 有没有 把这个剖开来 可是你剖开来之后 你要再把它贴回去 剖开来贴回去 好像还是有点麻烦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用函数来做会比较简单 但是要怎么样把那个前面的蓝位名称 再加一个冒号 总共会有可能 这一蓝会有5个字 这一蓝会有3个字 这也是3个字 这5个字 要把它删掉 删除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要用什么 所以这一题 延伸性的 列习其实就会回到 最早 第一个单元 文字与资料 里面 有没有 文字类的函数里面 我们讲过啦 其实你可以用那个 MID 有没有 MID函数 但MID函数怎么知道说它从哪个字 抓几个字 对不对 或者另外其实你可以用 文字函数里面有个REPLACE函数 REPLACE是取代 取代意思说你要从 哪个字开始取代几个字 那取代的话顺便意思就是把它删除 删掉 删掉那些字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 先把那个一栏的资料 变成四栏 就是你资料如果说你会有这种 把它分栏的问题 那请各位也许先 试一下这部分 最重要的其实 就是先产生什么 先产生我们那个1到32的 表格数字 这样子 产生完之后的话你再把公式解下 放到那个index里面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 就 大功告成了 不过呢做完了还没解决 因为 还有那个前面栏名的部分 需要 做 那个处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index 部分先试做 那再来当然就是 index 上礼拜有讲过 还有offset 其实也可以 或者vba也可以 那vba是一键完成 按下去全部完工了 只是vba该怎么写 这部分请各位先试做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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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